女孩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孤岛 两个身穿比基尼的女人突然出现 正当她以为自己得救时 黑皮辣妹竟开始欺负大欧派 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大欧派竟然变成了武器 枪管正对着小手 小手有点不知所措 辣妹说小手还没觉醒 打算用武器帮一下她 但就在这时 一声巨响传来 导弹一路飞驰 穿过了岛屿的防护罩 在里面赫然是一位金发女 金发女迅速做出反应 凌厉地挡在小手面前 二人虽不相识 但金发很果断地护住小手 辣妹开始进行攻击 加特林的每一颗子弹 都被金发完美躲过 辣妹毫不留情使出大招 尘土四散 威力十分巨大 小手甚至感觉死亡就在眼前 奇怪的是她并没有感到疼痛 金发亲吻了她 小手也发生了神奇变化 金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 靠近辣妹 轰的一声 辣妹惨遭秒杀 小手化身为剑 与此同时 辣妹背后的人也知道了此事 面前之人名为夏洛特 对于二人能够快速觉醒 感到万分惊讶 然而针对小手 他们的计划还没结束 此时 小手已经恢复原状 金发一路上沉默不语 对小手的问题 只是摇头和点头 小手拜托她 将自己放下 不过脚下遍地毒蛇 小手不由地哇大叫 只能再次拜托金发 对于小手二人出色的表现 夏洛特决定 派出A级选手对付他们 门外的小凤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马来到大厅搞起了赌博 赔率自然是小手他们更高 普通人自然下注A级 此时 小手二人不断前行 一座漂亮的城堡出现在眼前 小手十分兴奋 自己必然能够得救 二话不说就冲了进去 等待她的是一座座高墙 场地被围了起来 所有人都出来看戏 小手他们的对手便是眼罩 只见她一把拉过身旁的少女 随后肆意地蹂躏她 跟之前一样 少女也变成了武器 眼罩不由分说 发起进攻 她的武器极为特殊 能够自由伸缩 铁锤的威力自然不用多说 令夏洛特奇怪的是 金发为何不发动驱动 难道说刚才只是偶然吗 台上的小凤愤愤不平 这样一只跑庄家会生气的呀 这时 一枚金币抛了过来 面前的二人下注了小手二人 面对眼罩的频频进攻 金发终究还是失误了 小手被冲击力击飞 眼罩小手一拉 铁锤冒出众多尖刺 打算给予小手最后一击 千军一发之际 金发及时出手 小手一心只想投降 金发第一次开口 投降的话 他们不会有未来的 随后又一次吻上小手 小手又一次化为圣剑 离谱的是 眼罩的尖刺还能远程攻击 好在主角有着绝对buff 轻松一击秒杀 眼罩的兵器被破坏 战斗落下了帷幕 观众们无不处于震惊当中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 小手十分娇羞 那可是自己的初吻呀 战斗结束后 夏洛特出现在二人面前 夏洛特可谓是心狠手辣 对于眼罩毫不留情 高跟鞋狠狠踩在他的手上 眼罩发出阵阵惨叫 小手大声呵斥制止 他才不会冷眼旁观 见小手如此善良 金发动容了 不由分说冲上前去 但夏洛特又启示善茶 地上猛然出现绳索 将金发牢牢捆住 鞭子一下下鞭打着金发 小手有些担心 当他还想驱动小手时 小手下意识后退 这也让鞭子抓住了空档 这一幕让金发回忆起了从前 那时候 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可是由于同情对手惨遭暗算 他曾亲眼见证 伙伴那无助的眼神 如今重蹈覆辙 金发又是一样的痛苦 小手做了一个梦 他总是期待着 会有一位白马王子 出现在自己眼前 金发猛然出现 令小手重新醒来 一旁的羽霞走了过来 称自己是守门人的队长 小手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岛上 自然是有着阴谋 这里是做人工岛 在这里的所有人 都是武器化病毒的携带者 也就是将自己身体变为武器 拥有这种能力的 被称为脱魂者 能驱动脱魂者的 则被称为解放者 被移送到这的 都是这两种类型 这一切就宛如梦一般 另一边 金发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惨遭捆绑 被人狠狠责罚中 在这里 夏洛特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将为小手举行婚礼 和普通婚礼不同 这个婚礼是替小手找到 能发挥将他发挥到极致的解放者 只能同意 小手的结婚对象 名为冠景 冠景是个训练师 从职业上就能知道 他操纵过众多脱魂者 夏洛特安排他 也是为了狠狠调教一番小手 冠景将跟小手贴贴 测试二人的默契程度 冠景一步步推倒小手 关键时刻 小手拒绝了他 还称冠景很恶心 这让冠景十分不爽 打算使用更加残暴的手法 奇怪的是他宛如触电一般 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是双方存在过大的等级差距 自己身为A级 竟然无法操纵小手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冠景打算朝着小手泄愤 砰的一声 玻璃被打碎 金发闪亮登场 就在刚刚 小凤闯了进来 他救了金发 并表示 昨天的比赛 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他前来报恩 得知小手的位置 金发连忙赶了过去 但其实 小凤并不是出于本心 而是有人拜托他这么做 正是昨天下注的两人 金发一脚直接踹飞惯景 二人正打算离开 夏洛特又闯了进来 小手并不希望有暴力出现 金发同意了 不过自然需要小手的帮助 面对来势汹汹的夏洛特 金发没有与他们战斗的打算 他将圣剑插在地上 耀眼的光芒闪过之后 金发就这样水灵灵地飞走了 守卫开手不力 自然遭到了惩罚 在这座城堡有着严厉的制度 面前之人便是创立城堡之人 他的目的是 带着所有人回到正常世界 同时 他也是这座岛上唯一的男性 名为中京 小手与金发脱离了城堡 开始四处流浪 小手很想要离开此处 可金发指着远方 那该死的屏障围住了整座岛屿 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它 突然 不远处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小凤友好的跟二人打招呼 小凤自我介绍了一番 并表示自己是百事通 只要给钱了 什么都能做 金发也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魅琳 令人意外的是 他竟然只有15岁 对于小凤为何就自己 魅琳还是感到不解 小凤并没有透露委托人的身份 只是说有人拜托自己 他在这二人来到一处村庄 同时带来了大量物资 这里的人也是被传送至此的 由于看不惯夏洛特 所以独自来此处生活 夏洛特他们 以保护低等级能力者为由 强加自己定下的规矩 管理或者抓捕 还不懂事的能力者 一开始的战斗 就是为了测试新能力者的能力 一旦能力高就会被挖走 能力低就只能乖乖听话 之所以还有人会乖乖听话 自然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命脉 地下有着各种物资 小凤拿来的这些也是偷来的 他丝毫不担心自己暴露 因为他只拿一丢丢 大姐姐奶鸟很感谢小凤的帮助 上来就是洗面奶奖励他一波 奶鸟是这里的管理者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仓库东西消失还是被发现了 雨霞本想着能处理此事 但夏洛特德之后 事情就不一样了 他打算杀鸡警侯 这并不是第一次仓库失窃 他早就在物资中放了发射器 明天将全军出击抓捕犯人 而小手他们也在此住下了 深夜 小手很是感谢魅灵救了他 可是二人明明第一次见面 魅灵没有多说 脑海中不断闪过伙伴的画面 在发现魅灵睡着后 小手忍不住落泪 他很想念自己的父母 殊不知魅灵其实没睡着 隔天 夏洛特浩浩荡荡出发了 小凤看到装甲车 深知大事不妙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雨霞开门见山 直接了当 说出自己此行的目的 让犯人自觉站出来 魅灵果断扛下了一切 承认了自己犯人的身份 并且跟小手切割关系 打算独自承担下一切 鞭子将魅灵牢牢捆住 夏洛特打算心仇旧恨一起抱 对于魅灵的做法 小手很是不满 他主动贴近小手 驱动成功就该反击了 夏洛特引以为傲的武器 仅仅一个照面就被摧毁 他自然很是不爽 可这场战斗并不是单打独斗 雨霞介入了近来 他的身法快速凌厉 公鸡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魅灵惨遭顽虐 越是不利的状况 总会有变故产生 摩托女郎从天而降 两个女人一个名为林茵 另一个则叫Lady 夏洛特立马给他们扣上帽子 说他们是幕后真凶 鞭子当即发动进攻 骑着摩托的林茵无比灵活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对方 林茵否定了这个答案 他只是觉得二人十分有趣 对于林茵二人 夏洛特可谓是十分不满 因为他们在岛上放肆撒野 导致能力者被监视者印上 社会生活不合格的烙印 二人并不在意 与侠继续说道 只有建立有秩序的生活 向监视者表现出能力者是安全的 他们才有机会离开这座岛 二人认为所谓的监视者 不过是他们扯出来的谎言 为的只是让底下之人乖乖听话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魅灵又一次站了出来 打算束手就擒 结束这场纷争 夏洛特偏偏作死 非要用武力顺便拿下林茵 既然你自寻死路 可别怪我下手很辣 林茵突然倾吻魅灵 下一秒 她就化身成武器 Lady让她放心使用 不会出现任何伤亡的 一道激光射出 所有人的武器化都被解除 这便是林茵的特殊能力 当夏洛特发起进攻时 最令人意外的是发生了 Lady在没有搭档的情况下 可以独自完成变身 夏洛特简直就是个打酱油的小兵 无论是谁都打不过 哪怕面对羽霞的偷袭 Lady也从容不迫 二人完完全全就是实力派 二人不忘嘲讽羽霞 没有搭档的话可打不过他们 小想还在逃避现实吗 听到有人提自己的搭档 羽霞万分不爽 这时 钟晶出现了 一见到钟晶 小手就被深深迷住 钟晶道出了事实真相 他刚刚在上面遇到了小凤 小凤一眨眼就消失了 做贼心虚 显然他才是真正的小偷 前因后果了解完毕 在场的人都是无辜的 所以钟晶并不打算继续战斗 钟晶缓缓走了过来 丹西夏贵向小手道歉 并将物资留给了他们 这次处理结果 夏洛特很是不满 但钟晶的命令就是绝对的 在夏洛特等人撤退后 魅琳朝着林音挥拳 自己被突然亲吻 她很是不爽 林音只是感觉二人更加有趣后 随后也骑着车扬长而去 小手则沉浸在自己的恋爱世界当中 不断向众人打听钟晶的故事 吸迹着成为钟晶的专属兵器 妥妥的恋爱脑 丝毫没发觉 魅琳那带有醋意的小表情 等魅琳回到房间后 更是被狠狠震惊了 小手在房间内贴满了钟晶的照片 晚上的时候更是做了美梦 看着小手没像之前一样哭泣 魅琳甚是欣慰 可奇怪的是开始发生 小手听到钟晶在叫自己 睁开眼发现她就在眼前 钟晶让她跟着自己走 小手就这样迷迷糊糊糊跟了上去 在森林中 钟晶说自己也对小手一见钟情 钟晶一把推倒小手 殊不知自己完完全全被幻影欺骗 女人是夏洛特派来的 她打算让小手在梦境中独自完成驱动 随后轻松把武器带回去 但魅琳的出现打断了一切 女人发动能力 召唤出众多巨人 魅琳明明斩断她们的身躯 对方却立马修复 魅琳惨遭俘获 被巨人凌辱了一番 好在她很快就清醒过来 幻境不起作用 女人的下场自然不言而喻 昨天发生的一切 小手浑然不知 只觉得自己做了个美梦 心情无比愉悦 这天 城堡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 岛屿内出现新的脱魂者 并没有解放者 正说着 脱魂者不断变大 这让众人无比震惊 羽霞连忙前往调查 在路上遇到了采蘑菇的小手和魅琳 羽霞刚想提醒二人离开此处 然而猛烈的震动传来 近期的巨人出现了 少女哭唧唧的 羽霞认出了她是尼迷 是比小手等人 更早一些来到此处的遗送者 而且她比较特殊 是两人一组 羽霞如实告诉众人来龙去脉 在之前 她和乃惠都是累球队的成员 二人形同闺蜜 但某天 组织判定 他们是武器化病毒持有者 便将二人送到了此处 二人很快适应了状况 并彼此贴贴 可是她没有被驱动 于是夏洛特下令 让乃惠找其他结婚对象 尼迷在不知所措下 逃出了城堡 等她再次醒来时 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这时 羽霞接到城堡的询问 看着可怜巴巴的尼迷 看着这庞大的巨人 村民们都甚是好奇 鸟奶收留了她 首先就是解决穿着问题 鸟奶拿出画笔仔细绘画 随后再由小手跟魅霞亲亲 进一步裁剪 最后尼迷成功穿上超小版比基尼 鸟奶还给她做了好几桶美食 然而食物都被尼迷吃完了 导致他们没有食物 尼迷表示自己会报恩的 于是她来到了海边 利用庞大的身躯轻松捕鱼 吃饱喝足后 难得来到海边 自然要游泳 小手换上了可爱保守的泳衣 魅霖的则已有些偏小 众人玩得十分愉悦 唯有雨霞陷入了沉思 为何尼迷会变成这副样子 回去后她就开始调查 发现奶慧拒绝婚礼 惨遭关禁闭 深夜 小手起来喝水 却听见外面哭唧唧的声音 尼迷很是想念奶慧 这一幕自然被小手看着眼里 隔天 诡异的是再次发生 尼迷的身体又变大了 原本的比基尼又一次被撑爆 如果自己再这样变大下去 自己必然会变为超大型巨人 届时一脚一座城堡 难免会遭到攻击 一想到自己悲惨的结局 尼迷又有一些忍不住了 小手呵斥他是笨蛋 既然那么想奶慧 那就直接去见他就好了 在小手的鼓励下 尼迷一步步朝着城堡而去 小峰一语道破关键 任由尼迷这样前往的话 必然会引发大骚乱的 小手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乘车追赶 此时城堡已经乱成一团 庞大的尼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尼迷只能采取紧急行动 驾驶汽车朝他腿部砸去 在尼迷倒下的时候 他的身躯又一次变大了 这给夏洛特下出了表情包 下意识认为尼迷是来报复他的 于是进入了驱动状态 准备发动袭击 与此同时 小手二人赶到了监狱 将奶慧从监狱内拯救出来 在夏洛特准备发动进攻时 尼迷果断挡在身前 二人的大战一触即发 好在中京的脱魂者及时出现 他也不想什么事都靠暴力解决 奶慧来到了尼迷面前 奶慧大声质问他为何一声不吭逃走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 二人都会一起跨过去 尼迷怎能独自逃跑 能接下他全力一头的球 只有尼迷 同样的 能够接下全心全意的他 也只有尼迷一人 在扑向尼迷之后 二人再次结合 尼迷也成功变回原样 事情圆满解决 中京站出来指责夏洛特的不适 巨大化正是尼迷的能力 看到二人破镜重圆 小手有些羡慕 内灵观察到了 安慰小手 总有一天会再见到他的父母的 小凤的赚钱手段有多高明 首先邀请众多赌徒 在他们下注的同时 让伙伴闯进来 撑有警察来了 随后另一名伙伴持枪而入 同时关闭电灯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赌徒们四散而逃 小凤则留下来演苦肉计 假装自己被抓住 最后钱就都是自己的了 面前二人一个名为双叶 一个名为公堂 三人可谓是小偷组合 除了骗赌徒外 二人也是小凤偷物资的帮手 公堂负责警卫 双叶负责审核 两人都是仓库的重要职位 给小凤提供了便利 在把物资运到村子后 小手看到了一只玩偶猫 这只猫他无比喜爱 这是他童年的回忆 这晚 小凤三人谈起了岛上 要举办的选美大赛 按照以往都是夏洛特 跟Lady的对决 但小凤有了个新主意 那就是出一匹黑马 这样下赌注的时候 接着他找上小手 将这件事告诉他 一听到巨型不偶 小手眼貌金星 可是自己参加选美比赛 也不可能取胜 小手有些失落 小凤开始旁敲侧击 说小手旁边不就有个长腿 前吐后翘的金发美女吗 魅琳被架在火上烤 不得不参加 为此小凤开启了特别培训 首先是平衡目挑战 其次是锻炼身体 甚至还有丰胸体操 接着众人还玩上换装秀 有精致大小节 性感中华娘 曼妙小护士 以及职场女王 魅琳疯狂摇头拒绝 另一边 夏洛特也将参加选美比赛 他将警卫的任务 交给了双叶以及公堂 岛屿记很快展开 这次活动 城堡和村子里的人都可以参加 大伙玩得十分开心 没有丝毫隔阂 小手很希望这样的日子 能一直下去 选美比赛开始了 到了魅琳上场时 全场欢呼不断 显然冠军非他莫属了 然而当公布结果时 竟然是夏洛特取胜 小凤立马发现了不对劲 果不其然 看到了双叶二人在处理选票 投给魅琳的票 确实比较多 他们进行了暗箱操作 小凤问他们 为何那么做 公堂达到 总是走独木桥 总有踩空的时候 现在有一条笔直大道 在自己面前 他们又岂会放过这个机会 对于二人给夏洛特 舔鞋底的行为 小凤可谓是痛恨无比 二人从容无比 仅仅小凤一人 又能拿他们如何呢 但小凤又怎么可能独自前来 对于二人的行为 小手无法容忍 魅琳辛辛苦苦练习 他们竟然把她的努力化为虚有 战斗一触即发 双叶化身为奇怪的裙子 不断朝着魅琳发出卡牌攻击 随后向外逃走 魅琳紧跟其后 源源不断地攻击袭来 魅琳一刀斩了下去 不曾想却是分身 公堂的分身之术甚是棘手 本以为交给魅琳即可 万万没想到 公堂的真身还在里面 小凤独自面对公堂 小凤拿出金钱 本以为是要收买自己 自己变成了兵器 这么做除了耗钱之外 没有其他缺点 完全就是课金大佬专属 公堂使出了绝招 一把利刃不断切割着小凤的装备 小凤节节败退 只能拉开水闸拖延时间 就在公堂准备给予她最后一击时 小特利用电流击败了对方 作弊行为被公之于众 中京取消选美大赛的结果 对于这件事 夏洛特自然不可能深究 毕竟她就是幕后真凶 所以只能不了了之 谁能想到 人前帅气逼人的中京 背地里其实是个美少女 最近城堡有些不太平 时常有人发生冲突 甚至在城堡内大打出手 好在中京及时出手制止 对于这次事件 夏洛特认为应该加强管理体制 雨霞则认为 勒得太紧 会引起反抗 两大领导层也不断争吵 令中京甚是头大 所以回去后 她就解开束缚 戴上假发 化身为极品美少女 中京常常拿这一期勘测 想要找到突破防御罩的关键 鸟奶上前打招呼 二人本就是好友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找机会 看出了中京压力山大 鸟奶邀请她去放松一下 在泡温泉时 恰巧遇到了小手 一见到中京 小手浑身燥热 竟突然变成了武器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中京并没有泄露身份 而是编了个画名 天色已晚 在鸟奶的强烈要求下 中京就在此处住下了 由于没有空房间 她只能跟小手居住 一看到满屋的自己 中京还是有些震惊 小手邀请中京一起睡 这样魅灵内心五味杂沉 晚上 中京迟迟睡不着 小手主动跟她搭话 询问她 是否有人曾逃出这座岛 中京摇了摇头 但还是让小手 不要放弃声的希望 他们因为武器化病毒 获得巨大力量 当他们可以控制 并正确使用这种力量的时候 世界或许就会在此接纳他们 在中京的安慰下 小手安心入睡 而中京之所以打扮成男性 全是因为母亲的要求 母亲知道 岛上的人都是女性 只有伪装成男性 才可以成为与众不同的存在 进而获得力量 中京家族是财法 还为他量身定制了人工脱魂者 果然 课金的力量是无敌的 隔天一大早 小风大呼 大事不妙闯了进来 有犯罪分子劫持了人质 要求城堡认可 除了城堡外的居住许可权 并公平地进行物资分配 夏洛特自然不同意这个方案 当即下令全军出击 宇霞则比较人性 担心人质会受伤 可现在中京不在 宇霞可管不到他 真是老虎不在家 猴子称霸王 得知这个消息 中京必须赶快前往 小手也自告奋勇 昨天中京的话语教会了他许多 他必须阻止错误使用力量之人 几人来到山顶折服 看着被五花大绑的人质 中京甚是担忧 小凤带着几人来到一处山洞前 这个洞穴能通往建筑物底部 届时只要挖通地板 就可以拯救人质了 小手有些好奇 小凤为何知道此处 小凤大方答道 那自然是因为自己 时常在那开赌场 自己得做好逃跑的准备 众人一阵无语 有了路线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几人顺利来到底下 二人分工合作 中京负责吸引火力 魅灵则去保护人质 面对来势汹汹的歹徒 中京三两下就解决了对方 但一切都是有阴谋的 人质其实也是主谋之一 魅灵惨遭暗算 这下有了真正的人质 中京不得不束手就擒 中京一眼认出 假人质是城堡的某位高层 他受不了城堡的束缚 所以发起了这场行动 三人都被绑了起来 为了防止魅灵驱动小手 还特意分开绑 小手想起昨天一事 让中京驱动他 趁着绑匪不注意 二人完成华丽变身 三人一起冲向中京 仅仅一击就被打飞 主谋也毫无反抗之力 小手外出搬救兵 趁着没有驱动 主谋发动偷袭 然而还是被制服了 可他摘下来中京的假发 这一幕被魅灵目睹 中京连忙逃离现场 事后 小手又收到了 小凤的特别礼物 殊不知 自己已经跟王子殿下贴贴了 而功夫不负有心人 中京终于找到了关键物品 他来到灵音的秘密基地 他给了二人一个坐标 拜托他们去探查一下 理由有两个 一是因为某个理由 他不想动用城堡士兵 二是因为灵音曾是特工 二人果断拒绝 不过中京告诉他们 这个地点藏着岛屿的秘密 这下他们也只能前往 他们还叫上了小手 这是中京的要求 当初国际上明明禁止 武器化病毒感染者军事性利用 现实中却存在着 显然他看透了魅灵士兵的身份 在到达目的地后 二人立马展开驱动 仅仅一击就击碎小山 在这里面暗藏玄机 他们进入到山洞之中 里面的路越走越窄 魅灵拔了几根小凤的头发 任由他随风飘扬 随后精准找到暗道 恰巧小凤误打误撞做到了机关 暗道就这样被打开了 在他们面前是现代化通道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秘密基地 一座制造工业区 看样子这里是建造人工岛 十一起建造的 如果能在这里找到设计地图 说不定就能逃离人工岛了 然而危险也在悄然靠近 众人不断找寻着线索 一道尖叫传来 寻声而来时 小凤已经昏迷不醒 突然一道身影闪过 对着小手发动了袭击 面前之人跟机器一般 他不断灵活躲避Lady的进攻 并且目标十分明确 朝着逃跑的魅灵步步紧逼 魅灵抓住机会跳进水中 空中滞留的时间较长 Lady等于掩护魅灵 但机器人还是逃跑了 魅灵很清楚机器人的来头 当初组织将在克隆细胞 注入武器化病毒 将其培养 人为的制造出能力者 为的就是取代魅灵他们 可是人工兵器为何会出现在此处 难道之前在这里实验过吗 对于这件事 魅灵并没有透露丝毫 为了能够防身 魅灵想要驱动小手 可是小手一闭眼 就想起机器人可怕的脸庞 导致驱动失败 二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但很快 前方的路就被拦住 机器人在此出现 并且幻化出了兵器 这把见魅灵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自己曾经的伙伴 魅灵让小手赶紧逃跑 一定不要回头看 只见魅灵的身躯开始发生变化 他竟然也机器化了 将机器人打得节节败退 机器人可不是擅长 防御极为出色 糟糕的是 魅灵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魅灵使出浑身解数 将机器人按在身下 正打算给予他最后一击时 却惨遭机器人反杀 魅灵发出痛苦的哀嚎 小手听到声音连忙赶来 看到了魅灵的真实面目 机器人再次朝着他们而来 小手奋不顾身挡在前面 哪怕是面对死亡的威胁 他也不会后退半步的 在攻击落下的那一刻 小手发生了神奇变化 他进化了 化成了一把长枪 有了小手勇气的加持 魅灵势不可挡 猛烈的攻击震惊了高层 机器人惨遭秒杀 威力太过巨大 工厂不断发生爆炸 好在二人并无大碍 工厂震动不断 几人只能赶忙逃离 虽说这次并没有找到 人工岛的真正秘密 但刘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与此同时 高层在发现女武神效应后 立马派出了百香前往 如之前一样 百香被送到了人工岛 雨霞等人找到了他 刚来到人工岛 百香毫无保留 说自己已经觉醒了能力 并让夏洛特现场展示 看到如此壮观的兵器 夏洛特都震惊了 之前的战斗透支了魅灵 她昏迷了整整三天 哪怕知道 魅灵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 小手始终没有询问 魅灵很感谢她这一点 小凤也将新人到来之事 告知二人 百香刚来就加入了 夏洛特的专属队伍 中金自然也收到了报告 想要主动跟百香打个招呼 可第一次见到中金 百香就哈哈大笑 戳穿了他女儿生这件事 武器化病毒 并不会感染男性 这可是他曾学过的知识 好在其他人并不相信 中金笑了笑 并没有多说 他知道这个节点突然出现这个少女 必然有着阴谋 晚上 百香在夏洛特耳边轻语 跟他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如果这个猜测成真的话 夏洛特就可以成为 这座岛屿真正的主人 在他的叫唆下 夏洛特向中金发起了挑战 之所以接下这场挑战 中金自然有着自己的理由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除了百香以外 还有着其他的潜伏者 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 中金能够通过行动 来控制自己的脱魂者 仅仅一击就把夏洛特打倒在地 夏洛特很是不服 又一次袭来 更是发动大招 一道激光袭来 中金竟陷入了被动 不过这也让中金 确认了百香是人工兵器 中金不再隐瞒后手 将自己脱魂者的全部形态爆发 只见脱魂者在中金的操纵下 视如破竹 夏洛特纯纯酱油选手 在对拼时 百香惨遭腰斩 二人败得十分彻底 中金很想知道 百香背后的组织 但百香癫狂地笑了起来 他可不止这点本事 只见他自行运作起来 反过来操纵夏洛特 作为第三代兵器 中金那第二代根本不值一提 可怕的激光轰出 脱魂者惨遭秒杀 同时 公鸡撕碎了中金的衣服 他是女人一事 暴露在了众人面前 威严扫地 自然不用多说 夏洛特将踏上 属于自己的登机之路 在雨霞第一次被传到岛上的时候 他和小想被人疯狂追捕 纵使他体数十分强大 可终究还是不敌 但有兵器的敌人 他们不断欺负新人 并以此来获得快感 好在中金及时出现 等雨霞重新苏醒 小想进入了自闭状态 这次事件对他造成了巨大伤害 他再也没出过门 雨霞陷入自责 如果自己当初能保护好他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所以他刻苦训练 这一幕幕都被中金看在眼里 这座岛就需要像他一样强大的人 所以他任命雨霞为队长 在这之后 中金的威严逐渐建立 可如今战败了 话语全属于胜者 夏洛特不断贬低中金 并得到了大伙的支持 中金被关禁闭 百香来到房间内测试 他是不是自己要找的女武神 再发现不是后生是失望 与此同时 刚回到村子的小手发现 房间杂乱无比 伙伴们都不见了 身后突然出现城堡之人 想要逮捕他们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小凤 以及林英等人身上 姚奶他们早就被带走了 之所以这么做 全是因为夏洛特的命令 他要召集人工岛 所有能力者再做一次检查 雨霞很是不解 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但现在夏洛特高高在上 根本不会听从他的话语 为此 雨霞准备独自调查 可是却遭到了警告 他们以小想为威胁 令他不得不听从指令 此时 魅琳过五关斩六将 看到中金被五花大绑 连忙把他救下来 魅琳让小手将他带到安全地方 自己则深入探查 夏洛特很快就得到了情报 派出了雨霞进行战斗 为了小想 雨霞不得不对魅琳出手 雨霞的战斗力极为可怕 哪怕没有脱魂者 依旧打得魅琳猝不及防 魅琳不得不使用机械化 可机械化虽能提升战斗力 但如果没有提前服用抑制剂 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 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魅琳只能全力以赴 看着雨霞节节败退 夏洛特怀疑他放水了 歹毒无比的他 想了个阴招 另一边 小手在将中金送到安全地后 正好小凤前来 于是小手就将中金交给他照顾 自己来到现场查看 发挥权力战斗如火如荼的进行 小手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们简直就是自相残杀 而且魅琳的强化是有时间限制的 果不其然 刚想完 魅琳就倒下了 雨霞正打算给予他最后一击 可他看到了小想饱含泪水的目光 他还是没下狠手 这样看台上的众人甚是不满 关键时刻 小手来到他们身后 将他们推了下去 雨霞连忙去接小想 电光火时间 敌人又抓住了小手 好在魅琳反应及时 小手的进化形态显现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仅仅是余波 就将几只小虾米解决 然而耀眼的光芒吸引了百香 小手就是他的目标 一道激光射下 魅琳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看着这位曾经的伙伴 魅琳回忆起了往事 那时候他被组织安排 跟百香作为搭档 这是二人第一次见面 不过百香对他恨之入骨 巴不得现在就杀掉他 百香步步紧逼 作为新一代士兵 百香的战斗力极为强大 魅琳被按在地上摩擦 眼看魅琳就要被杀害 小想痛苦的哀嚎起来 他一点都不敢看这种可怕的事情 唧唧喳喳的 吵到了百香 于是他将矛头对准二人 千军一发之际 Lady二人及时赶到 知道百香是敌人后 林英当即发起了进攻 然而强制解除状态 对士兵来说根本毫无作用 只需要一发 二人就败下阵来 所有人都知道了与士兵的差距 二人的目标是小手 对于其他人根本不感兴趣 所以在抓到小手后 他们便撤退了 百香本想直接撤退 看见魅琳对小手念念不忘 导致他万分恼火 又一次发动了进攻 火光冲天而起 夏洛特大为震惊 询问百香背着自己做了什么 没想到百香上来就是一巴掌 一个傀儡还敢对自己指手画脚 要想离开这座岛 就乖乖听自己的话 但他没想到小凤及时赶到 克金的力量挡下了攻击 即便身负重伤 魅琳依旧想要救小手 可终究还是晕倒了 百香他们开始对小手进行测试 发现他女武神效应反应值超过70% 一旦给他施加兴奋 女武神效应值还会不断增加 一旦达到100% 武器化病毒就会偏策化 进而引发性质变化 或者变成完全相反的能力 拥有小手就等于拥有至宝 所以百香决定将小手占为己有 不交给组织 魅琳陷入了回忆 跟百香进行搭档后 高层警告他们 一旦他们没有了用处 就会被摧毁 所以二人需要一直战斗 然而在一场战斗中魅琳心软了 导致作战失败 高层让博士将魅琳处理掉 不过博士心软了 他让魅琳进入假死状态 把他送到一个安全之地 也算是对自己的救赎 后来魅琳为了救一个女孩 暴露了自己拥有病毒意识 所以被送往人造岛 他感觉自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直到他遇到了小手 在跟小手相处的点点滴滴中 魅琳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那就是保护好小手 帮小手实现他的愿望 醒来后 魅琳义无反顾前往城堡 在路上遇到Lady 二人一向以自己的意志行动 所以不愿做政府走狗 他们愿意帮助魅琳 魅琳骑着摩托 浩浩荡荡来到城堡 手下们举起枪 但队长放他过去了 他们还是能够明辨是非的 但夏洛特为了离开这个鬼地方 跟士兵们达成合作 士兵幻化成武器 被夏洛特操纵 面对夏洛特的攻击 林英他们完美挡下 并且二人的羁绊达到了巅峰 他们竟开始燃烧 化身成火鸟 火焰退去 完全就是一艘战舰 战舰灵活地避开所有导弹 最后正中兵器的要害 夏洛特被击败 林英二人也气喘吁吁 暂时无力再战 接下来的路只能魅琳自己走了 百香早已等待许久 他征服了小手 令他变成了武器 他要用魅琳最重要的东西来 夺走他的一切 此时岛上的其他人也没闲着 正不断攻击封锁他们的屏障 可是并无作用 鸟奶安慰着大家 这时眼镜走了过来 他知道鸟奶就是这座岛的监视者 没想到鸟奶隐藏得如此之深 如今组织的命令 他们已经不再听从 他们将实现百香的梦想 百香本来就强 有了小手的加持 自然不言而喻 魅琳完全不是对手 可怕的攻击再次落下 这次解除攻击的是羽霞 小想沉思了许久 他不希望再增加跟他一样的人了 所以他第一次跟羽霞并肩作战 本来就强的可怕的羽霞 在有了装备的加持后 战斗力更上一层楼 况且他并不是一个人 Lady也恢复状态 赶到了战场 看到魅琳交了那么多朋友 百香更加不爽了 他操纵了普通感染者 随后举起小手 竟将感染者全部吸了进去 吸收了其他人的武器化病毒 母体的兵器越来越强大 魅琳深知大事不妙 但还是晚了一步 百香一挥手 就造成无比可怕的攻击 女武神效应达到了93% 高层深知 百香无视了自己的命令 百香再次发起进攻 中斤用自己的脱魂者 给他们争取到了一丝机会 魅琳再次骑上摩托 猛然冲向百香 可是他们忘了 百香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还有着两位伙伴 魅琳已经精疲力竭 看着他还对小手念念不忘 百香也只好成全他 将他们统统吸了进去 百香笑得十分猖獗 意外又发生了 屏障消失了 百香深知高层察觉到了一切 下一秒 一道灵力的攻击落下 卫星武器轰了下来 可如今 百香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用小手挡住了攻击 还凭借自己士兵的身份 在太空来去自如 一想到自己 如果再吸收其他四个人 造倒的病毒 他根本不敢想 自己会强到那种程度 但魅琳还没放弃 他挣脱了束缚 在黑暗中不断前行 努力寻找着小手的身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看到小手被五花大绑 魅琳使出浑身解数 纵使手掌渗出鲜血 他也没有退缩 最终成功撕碎铁链 小手也重新苏醒 接下来就是反攻的时刻了 小手挣脱了百香 所有人都被放了出来 魅琳与小手此刻默契度达到顶峰 他们心连着心 不分彼此 目标一致 最终女武神效应达到百分百 觉醒了最终状态 百香也不甘示弱 二人的战斗极为可怕 一个照面就砍得山崩地裂 在不分胜负的同时 百香再次叫伙伴加持 他化身为可怕的机甲巨人 正在逃跑的尼迷 看到了这一幕 果断回头帮忙 在百香抓住魅琳的时候 一个野蛮冲撞将他击倒 随后就轮到大家登场了 源源不断的攻击 落在百香的身上 魅琳则骑着火鸟冲向百香 给予他最后一击 这就是伙伴的力量 击伴的力量 百香败了 但依旧不服气 小手让魅琳救救大家 随后魅琳亲吻了百香 百香发生了变化 除了他以外 所有人的病毒都被魅琳吸走 大家的病毒消失了 这也意味着所有人 都可以回归正常生活 魅琳与小手 简直就是救世主 至此 洒花完结 小岛的人都被释放 小手他们再次踏上征程 除了二人以外 自然也少不了小凤 Lady 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他人